健康正向充满力量 是多数人对右胜的第一印象 但热爱阅读 携带环保餐具 热心工艺 抽空与家人相聚 则是他的生活态度 更期许身为公众人物的自己 可以做到影响他人 让我们来听听右胜 如何以正面改变世界 我们右胜基本上 从在荧幕上面的一个表现 就是让人家觉得说青春活力 然后跑遍世界各地 充满着冒险的生活 请问你从小就有这样子的一种气质 说我可能要环游世界 然后去做一些很有挑战的事情吗 毕修师姐好 现场朋友大家好 我是右胜 其实我小时候呢 我认为应该是完全没有迹象吧 对我小时候其实还蛮 我算是一个闷烧锅 闷烧锅 所以旁边要有点火 来帮你加热一下是吗 就是说旁边有火我也加不了热 就是有时候我会把自己锁在一个 自己的空间里面 然后家人不管怎么样努力 我都不理他们 我会这样子 然后就全家出去玩环岛 我还会这样趴在床上 就不跟他们去任何地方 他们就觉得到底该怎么样 最后啊算了不管他 大家自己去玩 其实我以前是 没有一路都这么样的正面阳光 然后这么样的好像这么有活力 但其实后来我发现 现在的我是因为 我发现自己其实有话 不想跟任何人说的时候是最难受的 后来我的练习就是 把自己的所有感觉都跟别人分享 找一个人 在你开心不开心的时候都跟他分享 其实这时候的你会更舒畅 所以从大概从国中开始 我就不再有这种 算是自闭的行为吧 就交了一群好朋友 然后愿意把自己的感觉 然后细细的跟他们说 其实我整人才慢慢慢慢变得 像现在好像比较见面 比较阳光的形象 所以我觉得现场如果有一些父母亲 他们的小孩 可能现在真是国小生活中 比较年轻的一个阶段的时候 会有一段时间跟父母亲 就像你刚刚提到的 你们邀约我做什么事情 我就自己 你们去就好了我闷着 甚至也不会给予太多的想法的回馈 对不对 所以你觉得这时候的父母亲 要不要替你担心太多 我觉得在一个安全范围里 可以不用担心太多 除非他到了一个不吃饭 然后不睡觉 或是怎么样一个状况 再去做更强力的感受 否则其实小孩的成长过程有很多不同的时期 对 然后父母其实我觉得要很用心 要用心 对像我的父母就很 对我的教育其实是很用心的 他们真的是每天陪着我 然后看着我 所以这样子我的行为会被锁在某一种有限度的自由里面 对反而不会是像现在我看到蛮多父母可能太过忙碌 对 然后孩子其实没有办法顾到的时候 他会走到界限之外 而且也不知道那是界限之外 然后就过度发挥 就会有一点比较危险 会有点失控 所以我觉得这一段的分享 可以让一些父母亲 稍微去观察一下自己的小孩 对不对 绳子呢要拉得有点紧 又不能太紧 就要像这个佑胜的爸爸妈妈一样 在旁边守护着 然后随时注意你的动向 但是至少是一个在你所说的安全范围当中 但是我觉得所谓的在安全范围当中 他总是会觉得说 你一定要有一些东西要雕一下的 才不会走偏 所以有没有什么样子的一个生活体验或事件 你觉得父母亲可能比较严格的管教你 或者是拉你一个时候 你回想起来其实是觉得是好的 是有帮助的 其实是很基本的做人道理 譬如说不能偷东西 你不能作弊啊 就是其实是很一些蛮基本 或是像那时候电动间很流行 对那时候不能去 因为那里算是我们这个年纪的深色场所 然后去的话回来就是毒打 哈哈哈哈 那个时候的我们 可是我发现就是 适度的体罚其实还蛮有效的 我们真的会怕 真的会怕 还是会对你有一点点的这个 嚇阻的效果 而且你就会非常非常明确知道说 这件事很严重的 是绝对不能碰的 对不对 对因为我觉得对跟错 其实没有真正的对跟错 但是在这个世界的规则里面 其实在人跟人相处的规则里面 有一些道德跟法律上的规范 这个就真的必须注意对或错 所以从小我们就知道对或错 以至于到现在 其实我即使很想做什么事 我可以就是放肆的做 但是也不会超过那个范围 但是从小我觉得是家庭教育 教育出来的 那好 那这个部分的话 我觉得真的是可以让一些爸爸妈妈们 知道说 呃 适度的体罰 哈哈哈哈 哦 现在小孩不一定 现在小孩我觉得要多沟通 呃 这个其实不代表又盛的这个 这个观点啦 只是我们真的会去觉得 像我们比你更稍微年长一点 有时候回想起来 还反而蛮感谢父母亲的 但是当然不是我们这个番话说 可以体罚 绝对不是哦 其实要用爱的方式 我相信爸爸妈妈 可能对于我们严厉的表情 或者是一些小小的肢体动作 不造成任何的伤害 跟受伤的状况之下 其实是要告诉我们 事情的轻跟重 对好 所以其实里头包含的是满满的爱 为什么 因为怕我们走错路嘛 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好 那后来在成长过程当中 其实又盛就提到 他慢慢的就会去了解 怎么样去分别是跟非嘛 所以念书啦工作啊 你就要开始去选择 我要做这个不做这个 呃 有没有什么事情是你觉得 我想去做 我也觉得因为工作的需要 我必须要去做 可是是不是你很害怕的 其实 这一生到现在 其实有很多害怕的事 真 但是还是得去把它做完 嗯 例如 假设出外景节目 我是做外景节目出身的 那 那时候就得去面对一些 自己很害怕的东西 譬如说 每个人都有一些罩门 就是一些生物你可能会怕 对 那我就会怕虫 怕虫 对 那怕虫 但是你有点尊重当地的生活习惯 这种时候你就会有很多 挣扎点 对 但我觉得 这个节目叫冒险王 当年叫冒险王 那这个冒险王 我认为定义不在于说 哇 你吃了什么 好像很可怕的东西 或是说 你做了什么很可怕的活动 高空弹跳什么 就认为是冒险 我认为冒险是一种 心灵上的突破 就是当你 我觉得当你愿意做突破的时候 那个动作就叫冒险 对 所以假设我真的很想要 买一件什么样新的衣服 可是 这个动作太冒险了 我可能会被妈妈教育一下 对 那我要用什么方式 我是就此把这个梦想打断呢 还是我有我的方式 对 那如果我愿意转个念 好 那我就长期的去存这个钱 我用我自己的方式存这个钱 我觉得这种转念动作就是冒险 所以它是一个过程 对不对 去完成自己梦想 而且是对的梦想 不过现在有些年轻人 甚至是上了年纪的人 他那个念没有转透过来的时候 都还会去觉得说 有些事情我想做 我想去克服 为什么 当我做到的时候 就是我帅我酷 他其实去冒险的那个 那个想法 并不是像刚刚又盛提到的 可能是一种心灵上面的一个突破 自我的一个挑战 其实他有一点点 不一样的心态的时候 你怎么样去看待 或是怎么样去认为 这样子的做法 您刚才说的那个状况就是 他是为别人的目标 在做设定 对 他不是为自己的目标 在做设定 那当我觉得做这件事 很帅很酷 成为一个明星 是可以哇就是万人拥戴 其实如果是为了这件事 除非这件事能带给你力量 对那就是属于你自己的 那纯粹是别人觉得帅 别人觉得酷 别人觉得有钱 觉得有地位 这个其实到后来你会发现 这个无法给你自己力量 你会找不到一个支撑点 到时候 等你真的努力 到了那一刻 你会发现天哪 我在做什么 当然不会说你的任何精力 都是浪费的 但是你会有很多 挫败跟空虚感 所以我会建议 先往自己身上找 自己的目标是什么 自己真正内心 尤其是内心 那个声音觉得说 现在的我 这个阶段的人生 到底想要做什么 那个真正的声音 才是你之后 努力之后 会给自己成就感的 而不是别人说什么 父母说什么 社会觉得是什么 所以我要做什么 因为他会觉得 当他做这件事情 受到别人的关注的时候 他有一种 有一种被肯定的感觉 有一种被需要的感觉 甚至有一种存在的价值 对不对 那如果说今天 当你呈现出来的时候 观众啊 甚至是我们告诉你说 哇 又是你这样子好酷哦 你这样好棒哦 可是感觉 我们都没有去体会到 你心里头自己的那一个 成长跟收获 你会不会觉得说 蛤 可是我做这个 原本不是想要这样子的一个效果 会不会有曾经这种感觉 常常有这种感觉 那时候怎么办 因为别人对我们这些公众人物的支持 其实我们是很感谢的 对那当然 我遇到很多人 真的是别人在说他帅的时候 他就会 就会亮 他说你说我一帅 我就 对啊 我也这样觉得 对那 别人说我帅 我就会觉得 我想办法比较怪吧 别人这个帅是我爸给我的 对那 跟我的努力有什么关系呢 那啊 那我做了好像很多努力 你怎么没看到 你只看到说 哦 又是你好帅 然后就 谢谢 对其实我会谢谢他 但是会自己会打击自己这样子 那我是不是还要再付出什么 这样子 那这个时候又讲到你刚刚提到了 其实生活的过程当中 你就会因为一些学习 或者是曾经遇到过一些挫折 你都慢慢的去试着要转念 你会特别想要去解释什么 或者是说给自己第一个 什么样的目标说 我一定希望让你们看到的 不是只有我的帅 而是另外一个层面吗 嗯 我觉得倒还好了 之前呢我会因为很多媒体报导 留给大家眼前所看到的诱胜 我会很在意 因为会觉得我好像做了很多事 结果你们看到的是我的 呃 身材呀 对对对对 或是看到了我的什么裸 什么什么之类的 嗯 那我就觉得那我啊 我的付出 好像泡在水里了 嗯 那你就会觉得那 既然如果 我做这一行事要让 更多人就是更有影响力的话 我是不是干脆都做一些不好的事 配合一些八卦报导啊 配合一些草匪文啊 是不是应该这样做 那我做了这么多 譬如说假设正面的事情 结果没有人去报导 不愿意去报导 这种过程都会让我们很丧气 但其实等到时间一久 就发现 一个人的作为 跟别人对你的评论 其实 其实不一定是等号 我的意思是说 当时间一拉久 你会发现 这个人平常做什么 这个人 他就会是 大家脑中的什么样子 而不是别人说他怎么样 刚开始 别人说 又是好像很壮啊 又是很帅 又是很 就是很 好像跟女明星怎么样怎么样 这个是真的吗 那是真的 就会发生在我身上 发生在我身上 就会看在你们眼里 其实是这样 但如果这不是真的 其实一直久了 大家都知道 哎呀 新闻啦 或是什么 所以我觉得人 其实是做 比 说重要 所以你就做 把自身做好 你就不要在意别人怎么说 久了 你就知道说 啊 一提到又盛 大家才想到的是什么 其实那才是真正的你 嗯 其实我教又盛呢 做了很多很多 在公益方面的各个层面 想要了解一下 是你从小可能 整个家庭的氛围 或是你所受的教育 受到的氛围 还是说在你主持的过程当中 一定会看到很多 跟我们台湾内向很不一样的 有没有曾经哪一个事件是 可能触发你觉得说 我要做更多的事情 呃 比较远大的梦想叫做 利益人群 OK 哈哈哈哈 好这一块其实在 因为我持续都有在关切一些公益的事情 然后持续的做捐款 然后持续的就亲自下去 不管是孤儿院老人院 这种就是我禁止报导的 我自己好像有点洁癖 像之前去冒险玩我们有一次去柬埔寨 然后我们到了一个他们是地雷村 就他们那个村子是因为之前打仗 所以买了很多地雷 战争结束但很多地雷还是埋着 所以他们必须常常去扫 当然那里的居民就常常有 所以就被炸到 那炸到他可能就断腿或是断什么 然后他们生活是很困苦的 那我们那时候就有带一些资源过去 我们自己觉得 欸我们可以捐一些 我们这里 我们认为我们可以付出 或是我们用不到的 当我真的要拿出来的时候 摄影机就拿起来 因为NOP在节目的规划里面 是我们自己带的 然后我就说 不要拍好不好 我自己给 那他们就说 那你就应该让大家知道啊 那 那为什么就宁愿默默的做 也不要让别人知道 因为我觉得 我在这个圈子 或是在很多状况下 我会看到很多人说的比做的多 然后很会演 但是其实他们有做 只是他们做一件会讲一百遍 然后说的比较多 那我就会觉得好像不舒服 但我认为这个观念 其实要慢慢调整 因为我们可以影响每一个人 台下每一个人 也可以影响你们身边的人 其实你们跟你身边做连结的人数 其实不少 你做一件事 他们其实都会被影响 那当然我们工作人物 做一件事影响的人更多 所以我可能会慢慢调整说 我做什么事 我会尽量让大家知道说 一起做嘛 这件事其实不错 我们可以一起做 对 其实又神原本的想法 也没什么不对 因为我们华人原本就是 比较保守一点 也比较谦虚一点 你看我们的父之辈 甚至是祖父 常常都说为善不遇人知 对不对 我相信大家都听过这样子 做生死 不必啊 不必 没什么好说 这种观念其实是老一辈的人 就给我们很多这样子的一种灌输 所以以前都会觉得说 没关系 为善不遇人知 去监管的时候写无名誓 等等之类的 可是你会发现 现在我们的社会 好像有点转过来了 有一点点在变化 就像有些说 好像听到了不同的一种 一种见解 会觉得说 善它是会感染的 爱它是会传播的 所以当你听到了这样子的一种 说法的时候 是不是就真的会去觉得说 好像在这个方面转面 就是要在冒险 在冒险 对 因为自己以前觉得 一直说可能不舒服 但现在可能要试着 用真心诚意 去把自己做的事 觉得有目的性的把它说出来 跟大家分享 所以其实我们每一个人 都是一个传媒 说实在的 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传媒 尤其又是一个公众人物的话 我相信很多的隐秘朋友 一定会透过各式各样的方式 会跟您分享 或者是会期待你有一些 什么样子的一个回应 发挥什么样的影响力 那其实刚刚听你这样子说来 你会觉得我们现在的这个 资讯传播的速度 太多元化 又太快 那你自己怎么样去处理 经过你身边的这些资讯 其实传播这件事最快的 当然就是报纸 那大家生活上最快就是FB 就是脸书 那我看到的其实是 如果你去讲一些 比较 比如骂人的啦 或是干嘛的 那个暗战数的超高 就是打起来说 哇赞赞赞赞赞赞 但其实 我会发现这些资讯啊 我现在慢慢练习 不去在意它 就是几乎是荒废它 就是当作它不存在 所以很多报纸 当然这个做法跟很多家长 或是很多学校 他们想要去推广的是不太一样 就是说你要制造时事 你要制造现在世界上发生什么事 你要制造大家在谈论什么事 你才有办法跟大家搭在一个线上面 但如果这些事是在耗损我们的力量 这真的是好的吗 对其实我发现 很多年轻人会把这个耗损力量 一直传越一直传越 就很多这种负面都是一直来一直来 其实会让我们力量会越来越小 所以我现在觉得媒体这个事情 FB这个事情 你马上还是可以尽量用 但是这些资讯 不要太认真对待它 我认为该认真对待的讯息 其实在书本里面 对你如果真的想要获取一些知识 你可以向往查 但我认为那些知识都 不一定要这么的认真对待 不要这么真的相信 你应该是去到书店 浸私书宣或是到成品书店 或是到任何地方去 去找你疑问 然后出版出来的那本书 它给你的答案会比 媒体上 网络上 部落格上 这些东西更扎实 更实在 更能给你力量 我也是这样感觉 你曾经有让自己 因为我知道你刚刚也最刚开始而已提到说 有一段时间你不太爱跟家人可能一起出去活动或什么的 当时你有给自己设定做什么样的事情 好比说你觉得阅读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阅读对你来讲 是在生命当中很重要吗 还蛮重要的 就是 我可能我自己喜欢看书吧 然后看了书的种类也没有太局限 所以我床边都有很多不同类型的书摆在那 然后心情到哪里的时候 感觉来就看一下 那看了就会有力量 我觉得我是看了就有力量 所以我就蛮喜欢阅读的 可是现在的年轻人很多人尤其有一些统计啦 所以其实我们台湾民众 阅读的频率是很低的 跟全世界相比起来 是 对不对 因为其实现在时代趋势是在走图片跟影片 是大家最容易去接受的一个传播方式 但那时候像电子书摇起来的时候 我们也一度担心说 哇是不是以后书本都会消失 但它没有消失 其实书本的力量还在 它从几千年前就在 所以文字的力量是我一直很有信心的 对那我自己却也深深的体悟到 因为我以前常常写文章 那现在看文章的人的确在下降 对现在看文字的 大家的习惯会越来越短 就FB一句话两句话 其实大家最容易吸收 要嘛就是给一张图 不然就是把字压在图里面 大家会愿意去吸收 所以既然时代在变 其实我们也要变 那我就觉得那我是不是在影音的功力上 或是好戏剧的功力上 或是微电影或什么 这些东西会变得比较能影响人 那我可能就会让自己在那个部分 更精进 但是文字我不会放弃 所以我还是希望每年会出一本书 然后会做一些事情 这也是我之后的计划 又像你觉得你自己是一个很会照顾人的人吗 照顾人啊 我觉得行为上不一定可以照顾人 但心灵上我还蛮可以照顾人的 真的喔 对你要我帮他折棉被啊 做什么事 这个我真的不太行 对刚开始我也会有点自责说 天哪家里 因为我喜欢清洁打扫 但如果家里可能需要一些帮忙的时候 我会觉得我使不上你 然后自己很笨拙 因为我其实大部分时间是 在看书 在演出 在工作 然后就会觉得自己怎么样 可是其实不用这么样自责 就是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位置 然后每个人 在生命中付出的时间 就会是他的成就 所以其实我的成就可能在别的地方 这些地方那我就好吧 那就交给更有力量的人在做这些事情 可是他们的心灵 或他们的心情或是什么 是我常在接触的 我演没出戏我都会有收获 我看了这么多故事 我接触了这么多人 其实我是可以分享 让你心里更舒坦的 所以我在心灵上 比较可以照顾人 在其他上面就没办法 在实作上面比较 实作 无法 但是心灵上是可以的 所以你觉得像你这样子 年纪的这样子 算是一个我们刚刚提到 就是现在最青春最活力 最对于社会 对于很有影响力的一个阶段 你觉得你自己的一个人生哲学 是否你们家里面成员 有什么样的影响吗 尤其是长辈 父母对我们的影响是最深最深的 这些影响甚至是隐性的 就它不是显性的 所以我的建议都会是 自己一定要跟自己的父母关系好 不是说孝顺不孝顺这个事情 因为我不认为一定要做到什么样的事情 等到孝顺 但我认为关系好 这是孝顺的第一步 就是你要给你父母有一个很流畅的沟通 以及你会去懂他们讲什么 因为你多互动了 所以我觉得跟父母关系好 你自己人生会顺很多 这是我这几年的经验 所以父母真的好重要好重要 好重要 很重要 所以其实我们也听到了 孝顺孝顺也许我们在过去学习的 他就很明确的告诉你 怎么样就要孝 怎么样就要顺 可是又剩自己 有自己生活上面的一个体验 跟父母亲跟家人的关系 非常的良好 其实是孝顺的第一步 而这个根基扎稳了之后 后面全部都很自然而然的呈现了 自然而然哦 事业爱情什么你都会顺 对很妙 好大家一起努力哦 好非常谢谢我们又剩今天跟我们分享 我的心在尽丝中断了 我的信念充满钱 现在起来 MOON 对HERA OB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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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BI